然後我們可以看一看 然後好像逸星就在那邊 我們可以過去 終於 剛才這場戲拍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咱們能見到逸星 看到逸星了 你在那兒 看看 看到逸星了 然後好像現在導演在講戲 我們也不太方便 然後上去跟逸星 然後就是做一些互動 怕贏下劇組的工作 現在北京真的是特別冷 現在的北京的溫度 最近降溫都已經零下 又零下幾度了 在拍完戲 然後逸星現在也就是 拿著這個小蘿蔔 為自己暖手 我想問一下 這是怎麼了 在剛剛 然後咱們的那個拍攝老師 然後在調整身體的時候 我也問了一下 咱們的那個工作人員 好像是因為老師身體不適 所以就是現在在臨拍攝 然後逸星好像已經從那邊 然後離開了 好像咱們今天要幫粉絲 完成這個心願 然後就是有點困難 不過沒有關係 愛奇就是這個樣子 節目組一定會努力 幫大家完成這個願望 我們現在要去一星的房車那兒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幫粉絲完成他們的願望清單 到了房車到了 就是這兒 這是這兒 不過我現在好緊張啊 因為第一次 然後看到房車外面 然後還有保鏢 然後在守著 會不會我待會兒過去 然後不會被圍毆吧 不好意思就是我們現在方不方便 然後上去 然後就是跟粉 就是跟一星有一個簡單的互動 是在保鏢口 現在他們那邊正在對戲 你那個等一會兒吧 好吧 我們來交換啦 一星在裡面哦 一星在裡面哦 怎麼了 一星你好 你好 哇賽 終於然後可以踩到您了 然後我是那個愛奇娛娛樂 就是這個樣子節目組的 然後今天我們來了 其實是有一個任務來的 然後是帶著粉絲的任務來的 然後不知道現在方方面 然後對你有一個採訪 可以 粉絲任務就是我的任務 Let's go 你用一句話介紹一下 劇中飾演的角色 莊瑞這個角色就是獲得了黃金桐 然後開掛人生 那如果劇中的那個莊老闆設定 是一個長殺人 你覺得他一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 就是吃吃吃吧 那如果說是這種設定 你會給他加戲嗎 會給他加一個什麼樣的戲 他加戲 那就變成豬了 不行不行不行 那那個老九門之後啊 就是再拍這種探險類的劇情 那這次的狀態跟上一次有沒有變化 稍微懂一點點 怎麼去表表表表現這個人物表出人物了吧 那二月紅和莊老闆 你覺得哪個人物性格跟你更接近 都挺像的 二月紅也像 莊老闆 就是莊瑞也像 但是莊瑞比 比我稍微缺的就是他沒有追求 那你覺得二月紅跟你相似的是什麼 就一些感情觀啊 或者是比較追求完美啊 分別用一個詞來形容 你跟王月欣 還有王子璇的角色 是什麼樣的關係 一個是哥們 一個就是不打不相識的一朋友 那在劇中會有感情戲嗎 我不知道啊 這個好像沒有吧 對 我主要是主要比較在意的是這個 整個的這個探險過程這個舞 那給出三個理由 然後案例一下這部曲 第一個這部戲是我演的 第二個這部戲是我演的 第三個這部戲是我演的 所以一定要看這部戲 你能不能用長沙話 然後唱你的那個歌曲 寫 其實還差不多了 其實我也在想就是要可能需要去做一首就是關於這個 因為大家都比較關心方言這塊 我看大家還都蠻關心的 包括上次做了一首歌叫劉海坎橋的那個改編 好像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 我想要不要真的去用一首歌去做一首就是長沙方言版的這樣的一首歌曲 然後給大家來聽聽 我在試試看我想想 那今天其實還有一個任務 今天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身上 它有個小娃娃是吧 你覺得這個娃娃有什麼不一樣的 它是個羊 是個寶寶是吧 這個呢其實是我們這個環節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其實作為粉絲傳遞的一個 傳遞他們的愛心是吧 通過它 傳遞一個吻給你 不知道可不可以 其實我們粉絲真的挺辛苦的 在這裡謝謝所有做音樂員的粉絲朋友們 唯一一點你們的這個做的這些事情都讓我特別感動 反正就用做好最好的作品來報答你們這份喜愛吧 然後咱們一起來把今天的節目然後做一個結束 好嗎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個樣子願望清單 成功